后来爸爸妈妈有别的孩子吗 就是在我十岁的那一年 然后就有了我的弟弟 弟弟是健康的宝宝吗 那会儿在妈妈肚子里 怀着弟弟的时候 检查 就是做孕检嘛 就是显示 弟弟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然后生下来以后 慢慢的弟弟也就 也开始发病了 当时我们特别害怕 妈妈 姥姥还有那个 所有的人 对 都觉得 如果说我的这个爸爸 也把我们抛弃 那怎么办 我们娘三个身体 全都是这种情况 我的爸爸就说 没事 咱们儿孙自由儿孙福 没准以后咱们家孩子 可以通过治疗啊 可以慢慢的好一点 然后 爸爸就靠他修车的那点钱 来养活我们娘三个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嫌疑过我们 他就 给弟弟买药啊 然后照顾我 照顾我妈妈 然后那会儿爸爸还供我上学 所以其实你还是在一个 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呢 就在我们觉得很幸福的时候 我这个养父也离开了我们 他心肌梗塞 哦 过世了 对 那年我十六 上初二 那你们娘三个怎么办呀 还有小弟弟才六岁 对 那会儿家里就 彻底没有人管了 就只有剩下妈妈还有弟弟 我就出去打工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应该 负担起家里吧 那你这祥小的身体 做什么都挺吃力吧 去演出 出台 卖水果 卖衣服 然后做电话销售 只要我能干的 就什么都干 就只要能赚钱 特别艰难那一阵子 谢谢大家